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7日报道 针对当天发生的加沙阿赫利阿拉伯医院遭袭事件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已指示美国安全部门收集相关信息 想知道在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 报道称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 对加沙地带加沙城的阿赫利阿拉伯医院的爆炸 以及由此造成的可怕的生命损失 感到愤怒并深感悲痛 他还在事件发生后 立即与约旦国王阿卜多拉二世 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 另外拜登还称 美国明确支持在冲突期间保护平民生命 我们对在这场悲剧中死伤的病人 医务人员和其他无辜者表示哀悼和慰问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当地时间17日报道 作为本周中东之行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原计划访问约旦 但该行程被取消 这是因为有关向巴勒斯坦人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领导人峰会 被突然取消 报道称 约旦官员17日表示 取消峰会是旨在回应该地区 对加沙地带一家医院被炸 而引发的日益增长的愤怒 报道提到 拜登原计划在访问以色列之后 与约旦国王阿卜多拉二世 埃及总统塞西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在约旦举行会晤 针对17日发生的医院被炸事件 拜登表示 对在加沙医院爆炸中逝去的无辜生命 表示最深切哀悼 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据媒体此前报道 巴勒斯坦方面称 当地时间17日晚 加沙地带加沙城的阿赫利阿拉伯医院 遭乙军空袭 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据路透社美联社最新援引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匿名信员报道称 袭击已造成至少500人死亡 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 谴责以色列军队 对加沙地带阿赫利阿拉伯医院的袭击 是种族灭绝行为 另一方面 以方则否认对此事件负有责任 称医院不是以色列国防军目标 正在进行调查